大家好,我是毒奶,今天我要说一个男子加班加到死,死后还要加班的故事,片名幽灵员工。 男主是公司里的幽灵员工,他和同事没有任何交集,一到下班时间就悄悄回家,在公司里他的存在感为零,回到家后他的存在感也是为零。 男主向妻女打了声招呼,但他们都选择性地无视男主,继续沉迷于综艺节目之中,直到男主都快把饭吃完了,妻子才注意到他。 这天男主和往常一样来公司上班,结果在洗手间里,男主遇见了幽灵,吓得他一个哆嗦,压枪都压不稳了。 幽灵叫李雷,是公司里的模范员工,他工作踏实,认真,甚至还主动要求加班。 眼看李雷就要升职加薪,迎娶白富美,他却因为操劳过度,猝死在工作岗位上。 所以说呀,忍到中年不得已,保温杯里泡沟气,做人还是佛系一点比较好。 李雷说,因为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,所以执念委屈,不能转世投胎。 李雷找同事帮忙,可大家都看不见他,唯有男主能看见他,并和他交流。 为了证明自己,李雷走到鸡汤王面前,任由他穿过自己的身体。 随后鸡汤王感到一阵恶寒,似乎被什么脏东西给盯上了。 李雷解释说,鸡汤王拥有荒骨身体,所以他能感受到自己,但也只是感受罢了,两人之间完全无法交流。 如今,唯有男主可以帮助李雷,但男主想也不想,就拒绝了。 还有四年,他就过上退休生活,他只想安稳度过,不想晚节不保,领老翻车。 李雷说,为了让公司竞标成功,自己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。 要是竞标失败的话,他就无法安心上天,只能徘徊在公司里,成为都市怪谈。 为了让李雷安心上天,男主答应帮他递交文件。 领导收到文件后,向男主提了一系列问题。 在李雷的指引下,他老老实实地回答。 没想到,领导对男主十分满意,要求他加入竞标团队。 原来李雷是竞标项目的主要负责人。 他死后,只有男主知道他的计划和构思。 离开办公室后,男主越想越不对劲,感觉自己被李雷给套路了。 但没办法,要是男主中途退出的话,领导肯定会认为他偷了李雷的资料。 无奈之下,男主只好加班加点工作,就连回家后也在整理资料。 看到丈夫努力的样子,妻子欣慰地笑了起来。 第二天,男主向公司汇报工作,但因为太过紧张, 男主的发言断断续续,毫无逻辑。 同事们纷纷嘲笑男主,让他赶紧提前退休。 一旁的李雷连忙安慰男主,让他振作起来,对工作要有责任心和自豪感。 可男主却说,所谓的责任心和自豪感,只不过是公司压榨员工的借口。 在多年前,他和李雷一样充满了激情和斗志, 但经历了功劳被抢走,无端背黑锅后,男主便彻底对公司死心。 像李雷这种傻瓜,公司都是用完就扔,周围的人也很快将他遗忘。 听到这些话,李雷沉默了,男主也下班回家。 看到丈夫这么早下班,妻子也有点失望。 本以为男主已经振作起来,可现在看来,果然是坚持不了几天。 次日,男主来到公司上班,鸡探王对着他指指点点,嘲笑他昨日的丑态。 男主没说什么,默默地转身离开。 突然,鸡探王的嘲笑变成了尖叫。 原来是李雷看不过眼,用幽灵能力惩罚鸡探王。 男主看到后对他颇为感激,渐渐地,男主也不再排斥李雷。 在他的帮助下,男主的工作热情再次被点燃。 会议上的发言也大为成功,男主获得了认可和帮助。 但好景不长,鸡探王认为公司闹鬼,便请来道士英书,设谈做法。 随着身体的一阵抽搐,李雷自知大现已至。 他鼓励男主,就算自己不在了,他也一定可以成功的。 背负着李雷的心愿,男主彻底振作起来,妻子和女儿也为他加油喝彩。 终于,男主顺利拿下了竞标,公司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。 这天,鸡探王又开始抱怨,说公司里还有恶灵。 男主纳闷了,难道是李雷回来了? 可他找遍公司,也没发现李雷的踪迹。 男主失望地返回办公室,结果回头一看,一堆幽灵正默默地注视着他。 看来还有更多的任务正等待着他呀。 故事就此结束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上班有害健康,尽早辞职保平安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